一群人躺在地上大声呼喊 这时气温只有3到4度 惹得一旁民众围观 这群人到底在干什么 高半天原来是旁边的一家公司 为了训练新进员工所举办的新生训练 除了躺大马路之外 还包含了亲吻垃圾桶与找人搭讪的项目 卸负责人面对记者的连番追问 也答不出个所以然 被围观民众驳斥根本是耍噱头 也因为特训的声音太吵杂 被警方到场关切并进行疏散 记者综合报道